中国南排不敌伊朗 去自大会官网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中国南排在亚运欲赛首战就爆冷门 五局不敌实力有段差距的越南 有经无限挺进12强后 复赛第一场就被伊朗直落三击败 只能争7到10名 写下队史在亚运的最糟成绩 但中美却认为官方出了很大的问题 自此失利是因为南排赛制实在太奇葩 南排共20队参赛一共分为6组 A、D组各3队 E、F组则则有4队 分别取小组前2晋级 到了12强再重新抽签 新浪体育已无缘前6真不怪中国南排 印尼斯新竟用奇葩赛制为标题撰文 指出 A、B小组第一的晋级负赛 只要赢一场就能进4强 另外4场组合 等于要多打一场 而中国就是需要多打一场的球队 请继续往下阅读 文中引述央视报道 认为这种赛制是为了亚运官方 为了确保地主能够多打几场比赛 痛批赛制让人摸不住头绪 而且极为少见 这样的赛制对E、F组相当不公平 该文指出 假如赛制非如此奇葩 中国或许不至于落到只有7到10名的命运 但中国网友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哈哈哈哈 输越南 靠运气赢泰国 还能输斯里兰卡一局 这水平还用注赛赛制吗? 派二军但也输得太难看了 地主印尼队以A组第二支资晋级 昨天以3比2击败泰国 但还要再过南韩热关才能进四强 而台湾则是在昨天以3比1击败 在沙乌地阿拉伯后挺进四强 这也是对市20年来首度重返亚运四强